前一段时间 大家都在自己的家里糊糊面食 这个是我在超市里唯一能够买到的酵母 它现在有100克 我们要继续做一些发酵的食品 昨天在超市里看到有人在卖这个蜂蜜大麻花 真的是特别的诱人 我们今天就要做蜂蜜大麻花 做大麻花 材料都差不多 就是面粉 蜂蜜 鸡蛋 白糖和油 把这些材料糊糊好 炸出来就可以了 像我做的东西 各部分的食材之间没有一个很好的配比 大部分都是自己觉得合适 然后就放进去 我今天是用的黄油 但是也可以加一些其他没有很重味道的油吧 都是可以的 在全国其实有很多这种大麻花 真的很火爆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可以把它放在盆里发酵了 接着咱们发了面 白胖白胖的 里面蜂蜗蜜还是很可以的嘛 雪鱼 这是第一次做 面发的还是可以的 上完吧 还得粘起来 再揉一下吧 这个面因为加了牛奶 鸡蛋 还有油的原因 这么揉起来还是感觉比平常的面更软和一些 而且有这种滑润的感觉 其实做这些东西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因为你要亲手参与它的制作过程 这样吃起来会不会更香呢 咱们就给它们费一下 并尚 因为 técnica 这编码 经历 来 哇 它上面没有捏紧 所以说炸的时候会散开 咱们先炸的是两个小的麻花 是个头比较小 只是单骨做成的麻花 其他那几个比较长的都是两根搓成一个 那个时候还没有工作 一个蜂蜜大麻花好像是两块五吧 但是觉得特别的好吃 但是好吃就是有牛奶的香味 还是这种蜂蜜的甜味 两者就是交织在一起 味道特别的棒 后来虽然说遇到很多了 但是吃起来确实没有最开始的美味了 这个是最不好看的这一根 看这一个个 给打锁链了呀 这就是我做的蜂蜜大麻花 这次咱们做的麻花有几个失败的点 第一个就是这个麻花的捏合处没有捏好 第二个就是锅不够大 其实如果说锅够大的话 这个麻花是比较的直立的 现在它是这么有点无安的 所以说下次可以的话 我们要买一个更大的锅